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比八课时 六到十的减法 上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六到十的加法 好 在这里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上节课呢 学习的知识 掌握的脑不脑固 好 我们看到黑板这儿 这个是十 好 我们在这里呢 解出了呢 那个结果等于十的 以系列数字的运算 看 一呢 加九 就等于十 我们再来把这个空格里面的呢 给它填完整 使他们相加的核能都等于前面这个数字 十 好 在这里第一个呢 我们已经写出了一加九是等于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格子里面要使上下两个数字的核能等于十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上面这个数字是二 那么要填完整这个数字 二加多少等于十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了 二加多少等于十啊 嗯 好 小朋友们 你们算出来了吗 这个时候啊 是二加八等于十 那么下面这个格子就填八 好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第三 列 对面 然后呢 上面那个格子空着 下面一个格子写的是三 三加多少等于十呢 我们来算一下看 三加七是等于十的 那么第三列上面那个格子呢 我们就填入七 好 还有最后两列 那么小朋友们 你们算一下看 看最后两列 那两个格子当中我们应该填入什么数呢 第四列 它下面一个格子呢 是六 那么六加多少等于十啊 嗯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是六加四等于十 那么上面那个格子呢 我们就要填入四这个数字 嗯 那么最后一个呢 第五列那个格子填入多少呢 小朋友们 我们算一下看 算好了吧 对 是五加五 结果就等于十 所以第五列那个格子呢 我们就填入数字五 嗯 小朋友们 真是棒 算得啊 是又快又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 第二个是九 那么我们再算一下 哪些数字相加的和等于九呢 我们看一下 这有二 那么这个是二加多少等于九呀 我们再来算一算看 哦 我们上一节课学习了 二加七 它是等于九的 是不是啊 嗯 九呢 可以分成二和七 那么下面那个呢 就填入七 好 二加七呢 是等于九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列 第二列当中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 一加八 是等于九的 嗯 我们又可以连续了呢 马上可以算出来 后面第三列 第四列 还有第五列 我们分别是 四加五 它等于九 那么五加四 它仍然是等于九的 五加四 然后还是等于九 好 在这里我们再来看 六加三 也是等于九的 好 那么我们就很快的 可以得出 这个两个数相加的和 有哪些数字 等于九 有 二加七 一加八 三加六 还有四加五 都是等于九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 一系列呢 三加的两个数字的和 等于九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呢 然后八 好 哪一个 一加多少 等于八呢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呀 一加七 是等于八的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数字呢 就填入七 好 一加七 是等于八的 那么你看 在这个框框里面的话 是六加多少等于八呀 好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算出来 六加二 是等于八的 好 然后再来看 三加多少等于八呢 嗯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算得三加五 它是等于八的 所以这个格子里面啊 就填入五 那么你看 最后一个一面 它上面这个格子 四加多少等于八呢 哦 我们也可以得到四加四 是等于八的 好 刚刚啊 我们就算了 八 九 十 这三个数字 然后各个数啊 它们两个数 相加的和 分别等于八 九 十 这一系列的数 我们把格子都填好了 下面还有 六和七 这两个数字 那么呢 有哪些数字的和 是等于六和七的呢 我们把这个格子啊 给它填满 小朋友们 你们把 黑板上的这个格子 看清楚 然后呢 你们在下面填一填 待会儿啊 跟老师啊 一起核对一下答案 看你们呢 做的是不是正确的 嗯 好 开始拿起你们的笔 在纸上做一做吧 好 小朋友们 你们完成了吗 嗯 相信你们啊 也完成了 已经做得很好吧 来 看你们做得怎么样 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 你看 第一个是六 一加六 是等于七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三加四 是等于七的 然后再看这个 是五加二等于七 嗯 这些啊 都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 六到十的加法中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再看 平六 哪些数字呢 上加的和是等于六的呢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下面这个格子填入是五 你们填的是五吗 好 第二个呢 这个是四 四加二是等于六的 好 这个填入是四 然后 第三个是四加多少等于六 那么就是四加二是等于六的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三 三加多少等于六啊 那么还是三 三加三 三是等于六的 你们做对了吗 嗯 相信你们啊 一定做得很好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呢 复习了上一节课学习的六到十的加法中 一些数字 两个数的和分别等于六七八九十 这五个数 然后这些数字 好 刚刚我们呢 在填表格的时候 我们算到了 然后来看这个是一加五等于六 好 然后是我们来通过我们一上一节课学习的是加法 然后把这个五填出来的 那么我们画一种运算方法来看 我们用减法来做 就用六减去一 然后这个格子里面啊 就是五 这样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啊 要学习的六到十的减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进行呢 六到十的减法运算 好 在进行减法运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呢 这个图 好我们看看图上画了有什么呀 哦 有红红的苹果 嗯 看 这个呀 是苹果 那么有几个苹果啊 这些苹果呢 是前几天啊 小明的妈妈呢 然后去超市啊 给小明呢 买的苹果 因为小明啊 他最喜欢吃苹果了 每天呢 他每一餐都得吃两个苹果 嗯 吃水果呀 对视频有好处 所以小明啊 每天都坚持吃两个苹果 这个啊 是前几天 小明他妈妈买的 主顾买了有六个苹果 嗯 他回到家呀 一看到是又红又大的苹果 然后苹果呀 血不血 拿起来 咬的一口 然后就吃下去了 一下子呢 然后就吃到了两个苹果 看 这儿有六个大苹果 被他一下子啊 吃掉了两个 那么老师在这里就想问一下小朋友咯 这还剩下多少个苹果呀 总共有六个苹果 然后吃掉了两个苹果 那么还剩几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计算一下 好 看到这里 我们就用六个 原本总共有的六个苹果 数字六 减去小明他吃掉的两个苹果 减去一个二 那么我们算一算等于几呢 这个时候啊就等于四 六减二是等于四的 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的六到十的加法中呢 我们知道有二加四是等于六的 嗯 在这里我们又学到相反 反过来的式子是六减二等于四 这个时候我们算的六减二等于四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知道了剩下的苹果有多少个呀 有四个 嗯 在这里啊 还剩下四个苹果了 好 这个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小明 他画的三角形 吃完苹果之后啊 小明呢 就拿出啊 自己的彩笔 然后再来画画 前几天啊 他跟小朋友们一样 也学习了认识图形 然后他呀 也认识了三角形 所以啊 他就拿出了彩笔 和一张白纸啊 在白纸上画出了 他前几天实识的图形 他画了几个三角形 我们来看一看 小明他画了多少个三角形啊 我们来数一数看 哦 总共有几个呀 有七个三角形 嗯 小明他画了七个三角形 他决定啊 给这七个三角形呢 涂上颜色 他呀 想了想 只涂了几个啊 他只涂了三个呢 到底涂了三个三角形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他挑了一只呢 黄色的彩笔 给这七个三角形呢 涂上颜色 可是啊 因为他经常用这些彩笔 彩笔呢 颜色都快用完了 结果啊 他涂了三个 黄色的三角形之后呢 结果呀 就画不上了 彩笔呀 就写不上了 这个时候 他就只涂了三个 想一想 小明他总共画了七个三角形 给其中的三个三角形 涂上了黄色 那么啊 还有几个三角形 没有涂上颜色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看 有多少个三角形啊 还没有被涂上漂亮的颜色呢 好 总共有几个三角形啊 刚刚刚我们讲到 有七个三角形 好 有七个三角形 他涂了 已经涂了几个啊 已经涂了三个 那么还剩多少个呢 就用 总共的 画了三角形的个数 减去怎么样 已经涂了了三角形的个数 就用七减去三 那么这个时候 等于多少个 等于四 这个时候啊 小明就还生 四个三角形呢 没有涂上颜色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刚刚 计算呢 还没有涂的三角形的颜色 总共有几个 还有四个 没有被涂上颜色 对不对啊 嗯 好 这是我们刚刚呢 对减法呢 做的一个运算 好 下面呢 这儿还有一幅图 小朋友们啊 将跟着老师啊 一起来看一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啊 篮子里面啊 装了很多的 什么啊 这是一个小动物 它们是什么小动物啊 嗯 是喵喵叫的 小猫咪 好 这个篮子里面呢 总共有十个小猫咪 是啊 前几天呢 是一个猫妈妈 剩下了十字小猫咪 然后呢 十字小猫咪啊 在这篮子里面呢 然后 它们刚刚睡醒 然后一起啊 在玩 说的悄悄话 整个有十字小猫咪 可是啊 我们看到 又是呢 有两只小猫咪呢 非常的淘气 悄悄的啊 从这个篮子里面呢 爬出来了 然后啊 想去看看外面 精彩的世界 然后呢 爬出来了两只 那么小朋友 我们一起算一算 篮子里还有多少只小猫咪啊 就用十减去二 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多少只啊 嗯 等于八只 对 这个时候篮子里面啊 就还有八只可爱的小猫咪在那 是不是呀 嗯 还有八只 好 然后我们呢 接着然后再来看一看 然后啊 就篮子里呢 然后 这个时候啊 小猫咪呢 还有八只 如果篮子里有十字小猫咪 爬出去的是五只 五只 不是两只 爬出去的五只 总共还有多少只啊 嗯 篮子里啊 原先总共有十字小猫咪 如果爬出去呢 五只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还有多少只小猫咪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算一算看 就用什么啊 就用总共的指数 减去爬出去的指数 就用十减去五 那么我们来算一算看 那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啊就用十减去五 那么就等于五只 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还剩下几只啊 还有五只小猫咪 然后在里面 篮子里躺着 嗯 这个时候是假设呢 爬出去是五只 好 在这里我们再换一种条件 如果总共呢 这个时候篮子里啊 还是十只小猫咪 爬出去的呢 是六只 总共六只呢 爬出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 篮子里剩下多少只小猫咪呢 好 我们再来算一算看 就用十减去六 那么等于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算得啊 十减去六呢 就等于四 这个时候啊 篮子里呢 就余下四只小猫咪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换另外一种条件 假设呢 篮子里还是呢 十只小猫咪 这个时候啊 主人呢 然后呢 看到了这么多小猫咪 他决定啊 抱出了三只小猫咪出来 十只呢 总有十只小猫咪 抱出了三只 那么这个时候啊 篮子里还有多少只小猫咪呢 嗯 这个时候啊 我们还是用什么啊 总数十呢 减去多少 减去三 对 这个时候就是多少呢 十减去三 我们来算一算看 得数是多少呀 那么就余下的是 七只小猫咪 对 就要这样写 十减去三 是等于七的 嗯 好 看 我们既然呢 我们计算呢 苹果 还有 鱼下的苹果的数目 还有鱼下的 没有涂上颜色的 三角形的数目 还有 计算的各种不同情况下 鱼下的小猫咪的数目 好 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 把这前面的呢 刚这个符号 我们在 以前学过 它是减号 我们把减号前面这个数呢 叫做 倍减数 好 我们再看到正面 前面呢 我们是对 加法的回顾 所做的式子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用减法呢 把它做出来 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八 是所有的数字呢 它相价的和呢 是等于八的 好 我们在这里是什么 一加七 这个七呢 刚刚是一个空格 没有填出来 是不是 我们怎么算得 它是一个七呢 我们想一下 可以用八减去一 这个时候就等于七 那么这个空格啊 就填入的是七 好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的是 六 然后这个是空格 那么我们以前做的是 用二加六 是等于八的 所以这个格子是六 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 知道这个数字 知道呢 我们可以用八减六 那么就等二 这个是二 嗯 好 然后我们再来 跳一个 看一 这个 这个呢 这个格子刚刚是空掉的 好 空掉了 这个是空出来的 那么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用减法怎么来做呢 就用九 减去二 那么就等于多少啊 等于七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等于是七了 就用减法来做的 其他格子呢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呢 用减法呀 把它做出来 嗯 这个格子啊 我们既可以用加法 然后也可以用减法 这个时候啊 这两种方法呢 我们都要把它给掌握到熟练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继续啊 做一个习题来念一念 巩固呢 我们所学的知识 大家看到这个 这边呢 是什么 是几个式子 总有五个式子 好 有七减二 还有六减三 还有七减五 还有八减四 还有什么 九减二 对 这五个式子 然后下面呢 有答案 但是呢 怎么样 这式子呢 不是呢 对应的答案 所以啊 我们要把这个呢 式子所对应的答案呢 给它找出来 并用线呢 把它们连接起来 我们来算一下看 七减二 它等于多少啊 嗯 这个时候啊 七减二它是等于五的 那我们来找一下 五在哪呢 哦 在这儿 那我们就用直键 把它给连接起来 好 这这个 七减二和五 等于五 那么我就把五连接起来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是 是六减三 那么六减三 我们来算一下看 六减三等于多少啊 好 等于三 那我们看一下 三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把六减三 这个式子呢 和三连起来 这样就表示 六减三是等于三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式子 那么是七减五 那么七减五等于多少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算一算结果 是二 对 那我们再把七减五和二连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七减五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的是七减五等于二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式子是八减四 那么八减四它等于多少呢 哦 等于四 好 那么我们就把八减四和四连接起来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式子 最后一个式子是九减二 那么九减二等于多少啊 哦 我们算算看 等于七 对 就是等于七 那么把九减二和七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减法的计算呢 计算完了 我们并用连线啊 把正确的式子和正确的答案呢 用直线把它们给连接起来了 嗯 小朋友们 这是啊 简验我们减法运算的一个试题 好 下面呢 我们上节课啊 我们做了加法的那个游戏 下面呢 老师还用了那个卡片 黑点的卡片呢 跟小朋友们一起啊 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然后呢 好 小朋友们啊 要很快的算出答案呢 跟老师一起核对一下答案 能 还是看到这里 还是跟上次一样的小卡片 好 这个时候要注意哈 然后 老师呢 拿出来的 用这边这个卡片呢 上面的点数 数字呢 然后就要减去 这边的 减去左手的 用这个手 减去这个手的卡片 中间是一个 减号 这个 这个 减去这个 好了哈 然后我们来 开始 是用这个手 是用右手的 减去 左手的 然后你们说出正确的答案 然后再跟老师核对一下答案 看谁啊 算的是 又对又快 好 你们准备好了吗 然后 现在开始了 然后 好 这是一个数字 这个 减去这边的一个 好 就是用 没有减去三 那么等于多少呢 嗯 你们有了自己答案吗 老师的答案是三 你们算对了吗 好 没有减三是等于三呢 好 再看下一题咯 准备好了吗 然后 看着 这是第二个题 这边是几个点呢 七个点 减去几个 两个 那么就用七减去二 等于多少呢 好 算出你们的答案了吗 老师的答案是五 你们算对了吗 好 这是七减二 等于五 好 这是 我们再来接着看下一个 准备好了没有 好 第三题 这个是 九减去一 那么结果是多少呢 九减去一 老师的答案是八 你们的答案是八吗 嗯 你们肯定算的是又对又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题哦 好 最后一题哦 准备好了没有 看着这里 这个是 八 八 这边一个是五 那么用八减去五 好 老师给出答案咯 答案是三 老师的答案是三 你们的答案是多少咯 嗯 相信你们答案也是三 我们总共呢 练习了四道题 你们四道题都算对了吗 相信啊 你们算的是又对又好 那么小朋友们啊 就得到是一百分了 嗯 小朋友们啊 真是棒 这个啊 就是我们刚刚呢 学习的六到十的减法 好 你们学会做减法了吗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吧 小朋友们 咯 咯 好